汹涌的海面下暗藏礁石 这里是航海人的梦魇之地 立起一座灯塔成了当务之急 可是这里离最近的陆地也有14公里 在300年前的18世纪初期怎么可能办到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人类与远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抗争 最终依靠奇迹般的坚韧和毅力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认真听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人人都喜欢灯塔 你也是其中之一的根本原因了 而且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个由我原创设计的灯塔模型 好 现在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机 虽然灯塔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在非洲北海岸拔迪尔吉的亚历三大港的法罗斯灯塔 但现代灯塔还是要从18世纪初的埃迪斯通灯塔所起 首先它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座完全被大海包围着的灯塔 其实它不是一座灯塔而是四座 是在200年时间当中先后立起来的四座灯塔 最后由它开创的灯塔方式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后来者 所以我们只需要讲它就足够了 第一座埃迪斯通灯塔开工于1696年的夏天 由亨利·温斯坦利负责建造 所以又可以叫它温斯坦利灯塔 温斯坦利是谁啊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密室逃脱的鼻祖了 生于17世纪英格兰的它从小就痴迷于各种机械装置 后来直接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座类似密室的公共游乐园 里面布置了大量的新奇玩意儿 有恐怖的鬼影幻象 有捉弄人的椅子 有装着发条就能够自己演奏的管风琴 甚至还有你点什么就会出什么饮料的水龙头等等 于是游客蜂拥而至 把大笔大笔的钞票送到了温斯坦利的手上 同时它还很近于雕刻 被国王查理二世相中 装修过自己的一座行宫 所以在皇室那边也很吃得开 于是赋予进取的它 就继续将自己所有的利润投入到一支 包含五艘商船的船队当中 准备在国际贸易上也要大干一番 但是五艘船中有两艘都先后 触碰了这块爱迪斯通胶而沉默 这就让温斯坦利坐不住了 连大英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也没有这么为难过我 你去去一块石头 凭什么敢这么欺负我呢 好吧 那就等着我给你盖个封印吧 于是它站了出来 励志要在这块危险的礁石上建起一座灯塔 众人于是拍手叫好 因为他们也吃尽了苦头 早就想建个灯塔了 不过再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是最终改造定型的 温斯坦利灯塔的样子 你看下面 礁石的大小 不过只比灯塔大了一小圈 而且还是个斜着的 这就是这片礁区唯一一处 可以支撑建筑物的地方了 一个大约只有一半网球场面积的平坦斜坡 在这里施工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温斯坦利显然是后者 他是这么做的 第一年夏天他和工人一起 每天先花6个小时从普利茅斯划船前往这块礁石 回去又要再划6个小时 你算算看一天24小时 他们光是划船就去掉一半了 然后根据温斯坦利自己的记载 由于潮汐或者天气的原因 能够在礁石上施工的时间短之又短 再加上它离海岸实在是太远了 很多时候都已经滑到这了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白白费去了很多力气 最后礁石实在是太坚硬了 而他们手上的工具却只有铁钩和锤子 哪怕在这想要敲出一个凹痕都非常艰难 整个夏天过去 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 就是在这块岩石上造出了一圈攻击12个石洞 并且在里面插上了长铁条而已 换做现在大概也就是一个下午的工作量吧 好了 到了第二年夏天 依靠那一圈铁条 他们终于在礁石上建成了一个圆柱形的石座 这些大块的石头 是他们费劲的从陆地上运过来的花岗岩 然后用简易的人字形起重加转移到工地上的 期间还发生了一段趣事 当时英国正在跟法国交战 有一天温斯坦利的灯塔工地突然就被一艘法国的武装船给袭击了 他们绑架了温斯坦利 并把他作为俘虏带回了法国 献给了国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一砍压 上天在眷顾我 居然把这么个天才工程师送到了我的面前 于是便开出了天价希望 温斯坦利为自己工作 但温斯坦利是缺钱的人吗 不是嘛 他坚定地回绝了这位法国国王 而路易十四转念一想 既然你不能为我工作 但至少可以帮我做一波工官嘛 于是大度地下令将这位工程师送回工地 继续他的善局 同时高傲地宣布 咱们法国虽然与英国人交战 但是却绝不与人性为敌 看这处理得多漂亮 值得咱们好好学习 接着来说检讨 这第二年就过去了 到了第三年 由于基本构架已经完工了 所以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虽然极不舒服 但至少工人们可以吃住在工地上了 省去了每天往返的12个小时 有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了 于是进度马上就上来了 再加上上层建筑 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 所以到了这年冬天 一座高达18米的八角形灯塔 便松立了起来 11月14日 文斯坦利终于点亮了 灯饰中的60支油脂蜡烛 一时兴奋上了头夸下了海口 说这座灯塔将永远立于 世界艺术珍品之灵 但他忘了 大海不喜欢浮夸的设计 只筛选那些真正的强者 尽管到了第四年 也就是1700年 文斯坦利又给这座灯塔 加上了很多加固的结构 他仍然没有停过三年后 那场英格兰南部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风暴 同时被风暴抹去的 还有他的缔造者 文斯坦利自己了 这是一个悲剧 但悲剧又带来了新的悲剧 就在灯塔被毁后的第三天 一艘商船便在这片海域触礁沉没了 60多人因此而上升 这在灯塔运行期间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里必须还要建起一座灯塔 于是第二座ID四通灯塔 便在1706年动工了 它在结构上有两处改动 一个是负责工程师认为 就是由于浮夸的外形 导致了前人被毁 所以这座灯塔的外观 一定要是简洁光滑修长的 第二个改动是 为了让灯塔具有更高的抗风能力 一根粗壮的橡木桂杆被立在了灯塔的中间 其余的建造过程基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还是那么的艰苦原始 这座灯塔屹立了大约半个世纪 停过了无数风暴 但是却没有停过自身的烛光 1755年灯式失火 迅速烧光了整座灯塔的木质结构 连金属构建都受热变形了 于是再次重建的工程紧急启动 这就是第三座由约翰·史密顿负责的史密顿灯塔了 他对后来者影响巨大 史密顿天生在机械发明 很早就已善于发明各种仪器而闻名伦敦 比如高温计和领航仪等等 年纪轻轻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还在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当中 发表了关于水车和风车运行的数学原理的演讲 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实际上他的地位等同于同时代美国的 本杰明·弗兰克林和法国的百科全数编著者 要是放到现在的话 应该就是跟那些科技企业大佬的总和差不多吧 所以他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惊人 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决定 还造一座百分之百的石塔 1756年的8月 在施工队召集完成之后 史密顿的灯塔正式开建了 他的方案是这样的 首先在礁石附近矛定一艘较大的捕鱼船 作为施工队的临时浮动营地 从而解决了每天往返陆地和礁石之间的麻烦 其次在陆地上选中一处石场 在这将每一块石头都精确地加工成 带有燕尾笋的形状 随后把它们运到礁石上 到了礁石 史密顿会使用他自己所设计的一种升降设备 来把这些石块掉到工地上 然后沿着设计好的环形路线 把它们相互损接在一起 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一圈不可移动的坚固整体 垂直方向上则用到了从造船上引入的技术 利用大理石暗笋和大木钉 来将上下两层石块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沙江的粘合了 就这样再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往礁石上运了1500个石块后 这座纵约1000吨的石头灯塔建成了 一如史密顿的预料 这座灯塔存在的时间 甚至超过了其身下的礁石 19世纪70年代 在屹立了一个多世纪以后 这座灯塔的结构依然坚固 但是塔基下面的礁石却扛不住了 在经过海浪长期的侵蚀之后 形成了一个空洞 于是史密顿灯塔只好被迫退休了 第四座爱迪斯通灯塔被立了起来 如今依然还在那 这张照片中旁边那个矮一点的桩子 就是史密顿灯塔残留的塔基了 当然这可不是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他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建造灯塔的原则了 后来那些十分著名的石头灯塔 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跟史密顿一模一样的方法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石块在陆地上的一个石场中备好 用船运往建塔的礁石 抵达后再用某种吊机或者脚车吊到工地上 然后将石块沿环线层层向上累气 围成一个底下塔基实行上层塔身中空的石塔 其内部的空间用作储房室和住处 在累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之后 封顶安装上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灯室和穹顶之后 便可以启用了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 建塔的工具有所升级而已 比方说把锚定在礁石旁边的浮动营地 变成了立在灯塔旁的一座铁皮工坊 稍微增加了居住的舒适度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维修工具的车间 比方说用蒸汽船来代替人力滑奖 用炸药来更快的移平地基 用气动凿炎机淘汰掉铁稿 用潜水服和氧气瓶 让潜水员也能够成为灯塔施工队的一员等等 直到19世纪末 沉香的引入才又带来了另一场灯塔建造的革命 当然那个就是更为现代的建造方式了 本质上我们现在建到海底的桥墩和隧道 也用的是相似的方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看我以前做的这一期视频 在这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了 讲到这我们就真的知道了 建设灯塔全靠屹立 是跟自然硬碰硬的死扛下来的 一点捷径都没有 温斯坦利灯塔建了4年 史密顿灯塔建了3年 他们还算是快的 1867年 法国人决定在阿尔蒙礁上建设灯塔时 大西洋的石城威力 让他们足足花了7年时间 才在这固定下了一个圆柱形的时机 之后又过了7年 灯塔才算竣工 前后耗费了不可思议的14年 所以灯塔并非印证了 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 相反 他们唤起的是 人类在面对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时的 弱小与孤独 正是这种弱小与孤独才执重每个人的内心 让灯塔的魅力永不衰退 好了 故事结束 我也通过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完整的把灯塔了解了一遍 算是给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个交代 同时还顺手做了这么一个好的模型 它的原型是1887年 在英格兰西利群岛立起来的第三座 B小普教灯塔 你看是可以点亮的 还可以给它换上不同颜色的灯 实际上不同颜色的灯光和不同节奏的闪烁 正是每个灯塔所独有的身份标志之一 它们有助于帮助随手正确的识别 它们到底是离哪一座灯塔更近 所以说就可以在大海上找到它们具体的位置了 把这样的模型灯塔放在书桌上 非常文艺哦 送一个给你吧 点赞转发评论说的最精彩的那一个 它就是你的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